这期继续分享傻福第二篇 王大福摇头 俺挣钱了 这是你不用担心 赵燕春恩了一声 点头道 傻大福 今天你帮了姐姐这么大的忙 姐姐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要不你下午留下来 在姐姐这里吃晚饭 行不 王大福想了想 他今晚还得去一趟西瓜地里 将剩下的西瓜继续滋养 明天准备全部卖了 一次性挣一笔大的 经过今天上午的贩卖 他的西瓜肯定已经在镇子上面流传开了 明天他继续去摆摊卖西瓜 生意肯定还会更好 看了一眼外面的太阳 他巴布得更热一些 热了 西瓜就畅销 热了 女人就穿得少 俺是没问题 可是俺鲜花扫 王大福摇摇头 赵燕春想着 自己和吴鲜花也不能一直这样较劲 王大福对他们两个女人来说 都重要 他们就不如言和吧 去将你鲜花扫一起请过来 姐姐做一顿饭好好招待你们 赵燕春眼睛亮了亮 觉得这样不错 王大福心中开心 他巴布的这两个女人能握手言和 他也不会左右为难 好 等会俺去叫上鲜花扫过来 赵燕春点点头 痴痴看着王大福结实的胸膛 宽大的臂膀 忍不住伸手 在王大福的脸蛋上抚摸了一下 傻子 你全身是汗 要不在姐姐这里洗一个澡 赵燕春春心萌动 王大福一口将香蕉吃完 咧嘴一笑 好 十分钟后 赵燕春家的澡房里 王大福大大咧咧 穿着大裤衩走了出来 刚刚一会功夫 赵燕春帮王大福洗干净的衣服 已经晒干了 可想而知 这太阳有多大 洗过之后 王大福一身清爽 现在时间还早 下午的时光让人感到沉闷 赵燕春闲着无视 慵懒地躺在堂屋的竹床上 半眯着眼睛 刚刚王大福洗澡 他忍不住偷偷瞧了一眼 回到堂屋 脑子里乱糟糟的 自己那个死男人 一直没有个人影 这日子 他算是够了 要不是 有王大福在 他都过不下去了 大福 你要走 赵燕春想要留着王大福在身边 俺家里还有家务 鲜花嫂一个人在家 俺得看看 赵燕春心中一酸 笑道 那好 你和你鲜花嫂早点过来吃晚饭 我等你们 王大福点点头 就走出了赵燕春家 等王大福回到自己家里 吴鲜花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已经睡着了 王大福看着胸膛高高起伏的吴鲜花 没有去打扰他 自己的鲜花嫂活得太累了 让他好好休息吧 接下来 王大福就在院子前前后后打扫卫生 他浑身是劲 不干活憋得慌 自己将家务活干完了 鲜花嫂就能轻松一些 将家里的事情干完 王大福一屁股坐在大门口 开始沉思起来 现在 他和吴鲜花手里 已经有了一万多的余额 柴米油盐 暂时是不用操心了 明天去镇上继续卖西瓜 恐怕还得借王老头的三轮车移用 那王老头的婆子脾气不好 和秦翠有得一拼王大福想着 要不出租金算了 这是最后一次借车 等明天卖了西瓜 他就有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三轮车了 到时候 自己不求人 能挺直腰杆 就在王大福迷迷糊糊想着以后的事情 身体里突然传来骨骼咔嚓咔嚓的响 吓了他一跳 怎么回事 王大福跳了起来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 这时 他才突然明白 这可能是因为 刚刚喝了神秘液体的原因 这神秘液体已经在改造他的肉体了 紧接着 王大福想到了一件事 这神秘液体这么厉害 不知道能不能治病 俺嫂子一到月经就肚子痛 俺不如给鲜花嫂试试 想到这里 王大福笑了笑 院子里的缠声喳喳叫着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无鲜花突然站在了王大福的身后 他拍了一下王大福的肩膀 笑道 大福 你要给我试啥 王大福回过来头 看了一眼无鲜花 鲜花嫂 你醒了 无鲜花感觉头晕晕的 天气太热了 人有点不舒服 他摇摇头 就你出去的时候 我咪了一会 好热呀 无鲜花拿着一把蒲扇 轻轻晃动 俊美的脸颊上一片潮红 可能是因为太热了 中午换上的新衣服 他也没有脱下来 此时 他不像是一个干农活的村妇 而是城里的年轻女人 俺想给鲜花嫂治病 王大福憨憨地说着 无鲜花笑道 治病 大福 你啥时候会治病了 王大福摇头 俺就看了一些医书 有些偏方而已 鲜花嫂不是来大姨妈肚子痛吗 俺看到正好有一个偏方 不如试试 无鲜花愣了一下 红着脸 好大福 鲜花嫂谢谢你了 鲜花嫂 时间不早了 今晚咱们去燕春节哪吃饭吧 无鲜花瞪了王大福一眼 去那浪蹄子家里吃饭 我不去 王大福猜到 无鲜花会这么说 鲜花嫂 人家燕春姐不坏 她特意让俺请你去吃饭的 你们两个女人 又是邻居 没必要嫩置气 都是苦命人 互相帮助不是更好 无鲜花哼了一声 埋怨地看了一眼王大福 她突然想起中午的时候 王大福坏坏的样子 老是明里暗里挑逗自己 就怀疑是不是赵燕春那个浪蹄子 教坏了自己的傻子 甚至赵燕春那个浪货 想要趁着自己的傻子憨憨的 做了什么见不得的人也说不定 大福 鲜花嫂问你 你老实回答 赵燕春这女人 有没有动你 王大福摇头 没有啊 那你怎么学坏了 你以前什么都不懂 现在你好坏啊 无鲜花似笑非笑 王大福呵呵一声 摇头道 鲜花嫂想多了 俺和燕春姐 啥事也没有 无鲜花半信半疑 她还是不愿意去 王大福作为中间人 好说歹说 无鲜花最终还是同意了太阳西移 气温终于下降了少许 趁着这个功夫 江流村不少村民忙着出来干活了 这时候 王大福就和无鲜花一起 从自己家里出来 降门上锁之后 走向了赵燕春家 无鲜花并没有换下今天穿的性感衣裙 由于相隔赵燕春家里太近 她嫌麻烦 反正吃完饭回来之后 她还是要洗澡的 路上 果然有几个贼眉鼠眼的男人 有意无意盯着无鲜花 表情猥琐 来到了赵燕春家里之后 王大福立刻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饭菜味道 厨房里 赵燕春忙来忙去的身影 让无鲜花出神 傻大福 你来了 你鲜花嫂呢 王大福笑道 跟着俺来了 赵燕春这才回头看了一眼 和无鲜花短暂的目光交流之后 微笑道 鲜花嫂 稀客呀 坐吧 桌子上有凉茶有水果 饭菜一会就好了 无鲜花莫不作声 跟着王大福一起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 两个年纪相当的女人 都一样的漂亮 都一样的没有男人 都是苦命 他们一直明争暗斗 也从来不会想过 今天会坐在一起吃饭 想想也是 有什么恩怨 值得这样斤斤计较呢 无非都是女人间的嫉妒和猜疑 还有因为王大福这个男人 无鲜花看了一眼王大福 傻傻的样子 让她突然想笑 不一会 赵燕春端着饭菜上桌 王大福起身帮忙 三个人将碗筷弄齐了 就一起坐下 鲜花嫂 大福 喝一点吧 姐姐这里刚好有泡的药酒 赵燕春桃花眼眨洞 眼睛好像能说话 药酒 啥药啊 赵燕春笑道 都是我那男人去年泡的 他一直没有在家 这药酒就一直放着 现在差不多可以喝了 里面都是一些补药 傻枸杞 或羊银 肉葱蓉之类的 王大福点点头 那喝一点 鲜花扫 你也喝一点吧 反正又不用开车啥的 吴鲜花哼了一声 心想 这些都是补肾的药 对男人有用 他一个女人喝了干嘛 这时 赵燕春已经从屋子里端出来一壶酒 给自己和王大福 还有吴鲜花满上了 我不喝了 你们喝吧 吴鲜花摆摆手 王大福只好随他了 和赵燕春碰杯 三个人就吃了起来 席间 王大福一直融洽气氛 吴鲜花也终于在这场饭局中 消除了对赵燕春多年的不满 鲜花嫂 我比你只小两岁 咱们其实都是苦命的女人 要不是大福在 能帮衬我们两个 咱们的日子得多难过呀 咱们还是邻居 其实这村子里的男人 都对咱们虎视眈眈呢 咱们也不要斗气了好不好 赵燕春可能是喝了一些酒 酒精上头 脸蛋又红又烫 格外美丽 对吴鲜花也敞开了话匣子 吴鲜花吃完了饭 不冷不热地看着赵燕春 低声道 燕春 你还有男人 你不是寡妇 你男人迟早会回来 嫂子不一样 我真是寡妇 难不难我比你更清楚 赵燕春有些想哭 但脑袋晕乎乎的 人有些不听使唤了 鲜花嫂 既然说开了 妹妹我有几句话 直说了吧 傻大福是个好男人 身体好 心肠也好 你手管没有尽头 嫁给他算了吧 赵燕春这话一出 吴鲜花和王大福都惊了 半少没有说话 吴鲜花自然想过这件事 只是以前王大福太傻太笨 啥也不会 吴鲜花还真为难 本来以为 就让王大福跟着自己吃住 帮自己干活 这样就可以了 说不定 说不定以后还能遇到一个让吴鲜花称心如意的其他男人 王大福还是自己的傻子 但从今天中午 王大福将自己从场子里带回来的时候 吴鲜花悄悄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此时 吴鲜花红着一张脸 不敢去看王大福 也没有说话 赵燕春笑了笑 酒气让他放飞了自我 更加梦了 鲜花嫂 你不说话是啥意思 看不上傻大福 妹妹先说好了 你看不上 我可就要下手了 到时候傻大福成了我赵燕春的男人 你可别后悔 吴鲜花笑道 村里嫩多男人 你为何喜欢我家大福 他特意在大福两个字面前加上我家 意思很明显 王大福还是他的 你赵燕春还够不着 傻大福待人诚实 真心 善良 身体又好 能干 活 对我们乡下女人来说 不是正好 赵燕春吐出一口酒气 眯着眼睛看着王大福 再也不掩饰内心对王大福的喜欢 村子里的那些狗男人 只知道垂涎老娘身子 恐怕睡过几遍之后就嫌弃了 我心里明白得很 吴鲜花脸色有些不好看 可是你男人要是回来了呢 早死了 一句话 让王大福和吴鲜花愣住了 吴鲜花道 啥时候的事 我们怎么不知道 赵燕春红着眼睛 梨花带雨 看起来很是可怜 鲜花嫂 这件事 我一直瞒着村子里的人 就是害怕他们知道后 更加欺负我这个女人 我也不想像你一样 被别人贴上寡妇的标签 一直自己忍着 说到这里 赵燕春终于忍不住 豆大的泪珠流了出来 他们江流村其实是一个移民村 村民自来四面八方 并没有什么大家族之类的势力 所以 像是吴鲜花和赵燕春 这样的女人结婚之后 富家也没有什么兄弟姊妹 都很孤立 以至于赵燕春的男人 在外面出世 火化之后 直接就埋在了当地 这件事 江流村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吴鲜花反应过来 心中突然多了一丝 对赵燕春的歉意 以前他对赵燕春不满 还有一部分 是因为来自赵燕春 经常找王大福干活 因为 他以为赵燕春是有男人的女人了 老是让自己的傻子过去 别人看见了 会怎么说 将来赵燕春男人回来了 会怎么对待王大福现在想来 都是自己错怪赵燕春了 此时 赵燕春哭了好一会 他有点后悔 不应该喝酒的 一喝酒 他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燕春姐 节哀 俺也不知道这件事 你放心 以后只要你还在咱们村生活 俺就是你的亲弟弟 什么事俺帮忙 王大福很有义气地 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 赵燕春哭完 一抹眼泪 用手扶着王大福 傻子 姐姐不要弟弟 姐姐要男人 王大福呵呵一笑 看了看自己的嫂子无鲜花 都不知道该咋说了 无鲜花低着头 也不吭声 就是想看看 王大福怎么对待这时候的赵燕春 好大福 姐姐脚软 喝多了 你扶着姐姐去解手 赵燕春不管不顾 就要起身 王大福慌乱地看了一眼无鲜花 无鲜花微微点头 王大福这才扶着脚步不稳的赵燕春 朝着厕所走去 来到了厕所 王大福笑道 燕春姐 厕所就在前面 你进去吧 臭弟弟 你进来 都说了姐姐脚软 怎么尿尿 王大福直接肚子一股火 看着这要命的小妖精 她真有点耐不住了 可是自己的鲜花嫂 就在院子里啊 简直要命 这两个女人 到底要怎么样 将赵燕春拂进了厕所 赵燕春终于靠着墙 松开了王大福的肩膀 傻大福 出去吧 在外面等姐姐 你还真想看姐姐解手啊 哈哈 王大福倾金暴露 咬牙道 燕春姐 你喝多了 别胡乱说话 说吧 王大福走出了厕所 将门关上 很快 厕所里传来了嘘嘘的声音 赵燕春尿完了 洗了一把手 就摇摇摆摆地出来 两人回到了座位上 吴仙花看了一眼王大福 大福 你吃完没 王大福点头 他也有点上头了 这要酒 估计尽头很大 要不是他喝过神秘液体 也早已经醉了 那咱们就回家吧 燕春 这些东西 要不你晚点再收拾 赵燕春摇摇头 没事 我不送了 王大福跟着吴仙花 这才回家去了 路上 吴仙花咬着嘴唇 一声不吭 脚步飞快 王大福跟着一起回到家里 就开始各做各的 大福 洗洗澡 等会同我一起去西瓜地里看看 吴仙花一脸淡然地说着 王大福也正好要去西瓜地里 今晚他要用神秘液体浇灌 明天还要继续去卖呢 好 俺先洗还是鲜花扫先洗 要不一起 王大福愣住了 吴仙花捂着嘴巴 痴痴笑了起来 一双魅眼 散发无穷魅力 他和赵燕春两个女人 真的都是各有千秋 姿色平分 足以成为江流村的村花 可惜两个女人都死了丈夫 成为了寡妇 这让王大福唏嘘不已 怪不得说红颜薄命 这样 不好吧 王大福不知道吴仙花啥意思 这就离花压海棠了 哼 傻子 当然逗你的 嫂子先洗 你等着 说吧 吴仙花拿着衣服 就去了早房 大半个小时过去 吴仙花一身香气地走出早房 哼着小曲儿 披头撒发 身材勾人 王大福舔了舔嘴唇 笑嘻嘻地拿着自己的衣服 进了早房 早房里的架子上 放着无仙花换下来的蕾丝吊袋 小衣服 随意乱扔 王大福已经见惯不惯了 两人一起收拾完干净 拿着手电筒 在暮色的掩护下 一起朝着西瓜地走去 无仙花要好好看看 自己这西瓜地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让王大福 一下子卖出这么多钱来 等他们来到了西瓜地里 无仙花就立刻拿着手电筒上去 一个一个认真查看 这一下 果然让无仙花震惊不已 西瓜地里的西瓜 真的又大又重 比往年任何时候 都西瓜都要成熟好看 回到棚子里 无仙花无比震惊地说道 大福 咋回事 今年咱家的西瓜 是吃了什么肥 咋可能现在就已经这么大了 而且 就算往年的成熟季节 他也长不了这么大啊 王大福 看着自己的鲜花嫂 一张小嘴 惊讶得何不拢 偷偷笑了起来 这算什么 他还没有继续浇灌滋润呢 要不然 这西瓜还能更大 跟今天上午 在镇子上买得一样大 鲜花嫂 俺就说 这西瓜 让俺照顾得不错吧 你就好好等着数钱呗 无仙花开心得不行 笑道 大福 告诉鲜花嫂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方法 王大福摇头 能有啥方法 明天俺还得借一次三轮车 将这些西瓜全部卖了 现在卖正式吃香的时候 到时候挣了钱 咱们就去买三轮车 咋样 鲜花嫂 吴鲜花轻轻点头 美目闪光 看着王大福 开始沉思起来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以后美满幸福的日子 联想昨日种种 就像一场梦境 大福 你觉得 吃晚饭的时候 赵燕春说的是 行不行 王大福心不在焉 啥事啊 吴鲜花鼓起勇气问出这句话来 就是想要看看王大福自己是怎么想的 结果王大福不冷不热反问了自己一句 吴鲜花顿时就娇称起来 跺脚道 大福 你装傻 就是燕春说的那事啊 王大福回过头 看了一眼吴鲜花 他摸了摸头 笑道 俺当然行啊 他故意挺起胸膛 男人气息散发 吴鲜花低着头 晚风吹过 他的眼里全是温柔 那 鲜花嫂在家等你 说完 吴鲜花就离开了西瓜地 王大福不明不白的 还没有反应过来 等啊 干嘛 他看了看吴鲜花在月光下的背影 笑了笑 随后抓紧时间 从身上摸出小葫芦 用手轻轻一晃荡 嘿嘿 好像里面有不少液体了 就趁现在 开始吧 他小心翼翼拔出盖子 感受葫芦里面飘出来的一箱 一阵神秘目眩 慢慢将里面的液体倒出来 这神秘液体的能量极其强大 这三亩大的西瓜地 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液体 但是撒下去之后 还是能将所有的西瓜地 全部滋润到 甚至还能让西瓜地周围的杂草 也发生变化 可想而知 这液体有多强了 将西瓜地均匀地洒过一遍之后 小葫芦里空空如也 只能等下次 现在一切都已经完成 只等明天一早过来 王大福就能采摘去卖了 此时西瓜地里蚊子很多 王大福也没有别的事情 所以还是趁早回去吧 看看嫂子无鲜花 到底想要等自己干嘛 回到家中 只见院子里乌漆麻黑的 没有开灯 王大福有些疑惑 难道鲜花嫂这么早就睡着了 推开门 走了进去 将身上的工具收拾放好 她洗了一把脸 然后就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睡去了 大福 你回来了 王大福身后的房间中 传来了一道低微的声音 是无鲜花 鲜花嫂 你还没睡 咋不开灯呢 无鲜花并没有走出来 只是依旧在房间里低声道 傻子 你进来 进来干啥 进来啊 无鲜花的声音有些急促 王大福摸着黑 走到了无鲜花的门口 伸手轻轻推开了门 无鲜花的房间里 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鲜花嫂 你人呢 王大福一双手正要摸索着去开灯呢 黑暗中 一只御手突然抓住了王大福结实的手臂 用力往里面一扯 王大福顺势就走进了房间 随后就听见啪哒一声 房间门被人关上了 站在黑暗的房间中央 王大福四处张望 没有动弹 扫 大福 叫我鲜花 王大福沉吟道 鲜花 你在哪 你大山哥死了这几年 我已经人之意尽了 今晚赵燕春说的没错 我总得为以后打算 无鲜花的声音微微喘息 王大福能感觉到 对方就在他前面不远处 扫 鲜花 所以你想 王大福刚刚出声 就被无鲜花一把打断 你朝前走 我就在你前面 王大福内心躁动 看来今晚 是有好戏了 随后 他来到了 无鲜花的身前 两人站得很近 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中 他甚至已经能感受到 无鲜花的体温 和呼吸心跳了 傻子 你买的衣服 我真的很喜欢 现在我穿着 你想看看吗 无鲜花 虽然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但是真正要面对王大福 他还是害羞的不行 所以 他才要关灯 乌漆麻黑的 他才能闭着眼睛 把话说出口 安 当然想了 王大福是男人 是男人都想 黑暗中 无鲜花扑斥一笑 心跳加速 傻子 你伸手 王大福照做 入手怀逆 一阵触电般的感觉 两人都紧张得不行许久 无鲜花咬着嘴唇 你还不会 这样 王大福笑了笑 今晚无鲜花 是彻底放下了所有的包袱 他也知道 迟早会有这一天 但没有想到 会这么快来 就在这时候 院子的大门突然传来巨响 有人在用力踢门 王大福 你他妈给老子滚出来 再不出来 老子干死你 还有你那个寡妇嫂子呢 今晚老子要一起干死 出来 不出来把你家门踢飞 黑暗中 王大福整个人一愣 刚刚所有的以你 全部消失不见 他脸色大变 皱着眉头 看向了窗户外面 嫂子 有人来了 一瞬间 无鲜花从刚刚的状态中 苏醒过来 可惜王大福还是他的傻子 没有变成他的男人 他脸淡烟红 整个人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同时对外面的人充满了厌恶 是谁 听声音 好像是张豪 王大福声音冷漠起来 想了想 低声继续道 鲜花嫂 你穿好衣服 就在房间里 不要出来 无鲜花没有了风花雪月的心情 很是担忧地看着王大福 虽然看不见 但他能想象出王大福的样子 傻大福 你想干啥 他们找过来 肯定是因为你帮了那个赵燕春 嫂子早说过了 不要去赵燕春那女人家里 现在好了 咱们怎么对付这个张豪 你会挨打的 王大福淡定一笑 挨打的应该是他们 俺这拳头 正愁没地方发泄呢 鲜花嫂 你别担心了 看俺的吧 王大福正要出门 无鲜花一把拉住了他 傻大福 你等等 这些人突然找来 会不会是因为 村长也知道了 你偷拍他和李燕的事情 王大福点头道 也有可能 随即 他大步走出了房间 将无鲜花关在房间里 自己打开了院子里的灯 走过去 打开了院子大门 大门外 五个凶神恶煞的男子 在张豪的带领下 杀气腾腾地看着王大福 王大福冷冷盯了对方一眼 沉声道 张豪 你大晚上的 想要干什么 张豪的脸上还贴着窗壳贴 昨晚他被王大福打了两拳 当时他服软了 但是这件事 怎么可能罢休 干什么 干你老母 王啥子 老子今晚给你两个选择 乖乖交出你那如花似玉的嫂子 给老子睡一晚 老子就不打你 要不然 今晚你必须断一条腿 你自己选择吧 张豪无比嚣张地 看着王大福 他以为王大福 还是以前那个任由人欺负的大傻子 王大福冷冷看了一眼张豪 又看了一眼张豪身后的五个人 这五个人他都认识 也正好是以前经常欺负自己的恶霸 他们和张豪都是一伙的 经常在村里横行 王大福以前被这些狗玩意害惨了 张豪 这是啥 王大福冷笑着举起了手张豪吃笑 手啊 不 这是拳头 砰的一声 王大福二话不说 直接对着张豪一拳飞出 正好打在了张豪的眼睛上 王大福第二次服用了神秘液体之后 整个人的力量和耐力都更加猛了 这一拳的力量足以让张豪站不起来 张豪大叫一声 飞出去一丈远 整个人都猛了 等他反应过来 就鬼哭狼嚎的嘶吼 给老子打死他 抢来他的手机 手机里有照片和视频 王大福瞬间就明白了 这一次张豪找上门来 不光光是为了昨日夜里的复仇 果然还是和村长张志强狼狈为奸 想要消除把柄 只是张志强作为村长 没有亲自露面 让张豪自己带人过来了 好家伙 俺今天打死你们几个垃圾 张豪身后这几个人 王大福早就想清算了 正好今晚自己找上门来 还免得他麻烦了 这些恶霸虽然身强力壮 有些功夫 但是面对服用神秘液体后的 王大福还是不够看 王大福的力量太猛了 一拳下去 堪比太森 这个五个人 根本不知道王大福的变化 都怀着轻敌的想法 一起围拢过去 想要一顿王八拳 将王大福打哭 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 自己五个人恶狠狠地扑上去 根本压制不住王大福的力量 五个人被他反手一拉 随即一拳 一下一个 五个人很快就被打翻在地了 院子中 很快一地狼藉 这五个人 加上张豪一共六个 全部躺在地上 哭爹喊娘 王大福的力量太猛 这些人都受伤不清 张豪 你 狗娃子 陈东 王一 刘天 你们几个 以前都觉得 俺王大福好欺负是吧 俺从今天告诉你们 十项点 以后就离俺和俺鲜花嫂 还有燕春姐原点 不然俺这拳头 下次可没有这么容易放过你们了 张豪捂着自己的眼睛 死死盯着王大福 心中满是疑惑 昨晚他还能理解 是王大福突然发疯 敢反抗自己了 今晚他受了村长张志强的嘱托 自己也带了五个人过来 觉得一定能把王大福打出屎来 结果 他们一共六个人 在王大福手底下 过不了两招 这他妈见鬼了 王大傻子是怎么了 怎么 还不滚 还想吃俺的拳头 王大福站起身来 冷冷盯着这些人 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豪哥 豪哥 这王大傻子有鬼 咱们先走吧 狗娃子吃痛地爬起来 拉着张豪 想要离开 张豪满脸的不甘心 他将留村扛把子的威名 竟然被王大傻子给侮辱了 这个场子 他发誓一定要找回来 哪怕王大傻有鬼 他也不怕 你等着 张豪冷冷丢下一句话 依旧不死心 咬牙带着自己的人 狼狈地逃离了院子 王大傻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离开 心中若有所思 这以后 张豪和张志强 恐怕会一直纠缠他了 王大傻拍了拍手 将院子大门关上 回头看了一眼无仙花的房间 这时候 无仙花终于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披了一件睡衣 夜幕下 看起来美得无法形容 大傅 你没事吧 无仙花一脸担忧 刚刚张豪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 无仙花就忍不住要冲出去 这群狗东西 无仙花也痛恨无比 但真的没有办法 张豪张志强这些人 都是江流村的地头蛇 如果真的欺压到头上来了 无仙花大不了跟他们鱼死网破 结果王大傅出手 让房间里的无仙花也惊讶到了 俺没事 仙花嫂 他们走了 无仙花捂着胸口 大傅 你咋能能打了 啥时候 嫂子觉得你变了一个人 王大傅笑了笑 有吗 俺就是力气大呀 可以保护仙花嫂的 无仙花微微一笑 内心火热热的 刚刚的兴致消失 他也不好意思 再厚着脸皮 勾搭王大傅了 刚才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好像做梦一般 两个人都没有提起 就像没有发生过 那 早点睡吧 无仙花红着一张脸 黑夜下 看不真切 王大傅点点头 好 俺去睡觉了 明天一早 俺就去借三轮车 卖西瓜 他咧嘴一笑 大步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无仙花站了一会 也回房去了 两个人都一夜没有睡好 慢慢长夜 终于过去 一日一早 无仙花准备好了早饭 叫王大傅起来吃了 王大傅吃了早饭后 就准备出门 无仙花从院子里的水井里 将水压了上来 倒入了大盆中 盆里面有一堆衣服 傻大福 鲜花嫂就不和你去了 家里一堆家务 你自己小心 早点回来 鲜花嫂做好饭等你 无仙花微笑着 今天天气不错 以前无仙花要负担家里的支出 所以也没有多少时间做家务 现在他不用去厂子里干活了 闲下来 就正好将家里里里外外都收拾一遍 尤其是王大傅的内裤和臭袜子 王大傅点头笑道 鲜花嫂 你好好在家 要是张浩他们再找上门来 你就打电话给俺 俺去了 打过了招呼 他快步走出了家门 来到了隔壁王老头的家里 此时 王老头的妻子张老婆子 也正好在院子中洗衣服 一见王大傅走了进来 立刻警觉 王啥子 你又来干啥 昨晚 王大傅还三轮车的时候 很是懂事地放了三斤羊肉在车上 张老婆子 这才对王大傅客气了一些 若是换作平时 王大傅一进来 张老婆子 根本不会多嘴 直接拿扫帚赶 大娘 俺又来借车了 张老婆子小气 一听借车 就不愿意 滚 昨天看在你给了三斤羊肉的份上 昨天的事情 我就不计较了 今天别想借了 王大傅早猜到他会这样 早有准备 大娘 俺知道你舍不得车子 俺大不了 给你租金得了 张老婆子一听 来了兴趣 不冷不热地笑道 租金 又喝 王大傻子有出息了 借车都知道会给租金了 那这就不叫借 叫租了 王大傅笑道 咋样 今天租一天 俺给一百 张老婆子典型的农村妇女 诡计心思多 她并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上下打量了一眼 王大傅 眯着眼睛 王傻子 你老实交代 你借车是想干嘛 我听村里人说 你昨天用我们家的车去拉西瓜了 你哪里来的西瓜 王大傅摇摇头 这你就不用管了 俺自然是有事 张老婆子冷哼 还神神秘秘的 咋了 怕别人知道 王大傅不想搭理这老婆子 有些不耐烦了 大娘 你就说租不租吧 你不租村子里 还有其他三轮车呢 俺随便找一个就是了 说完 王大傅就要离开王老头家 张老婆子这才慌张了 三轮车放家里也没有用 能挣点租金 再好不过 他跑过去 一把拉住王大福 咬牙道 大傻子 租可以 一百五一天 你要是租别人的 我就让你生意做不成 王大福不跟这种人计较 痛快地答应了 他拿出手机 给张老婆子赚了一百五 然后拿着钥匙 启动了三轮车 欢欢快快地去了自己的西瓜地里 为了确定张老婆子没有鬼鬼祟祟地跟来 路上王大福故意停了一会 然后才朝着西瓜地赶去 他不能不小心一些 村子里的这些人 你穷看不起 你负极度你 没有几个好人 来到了西瓜地 王大福立刻跑到中间 睁眼一看 乖乖 比昨晚又带了一些 和昨天上午卖出去的一样 甚至更大 这一次 王大福正妈了 他今天要将剩下的西瓜 全部摘下去 镇子上卖了 不然时间一久 怕有人捣乱 今天太阳很大 王大福一个人抱着西瓜 一个一个朝着三轮车上送 忙活了好久 得亏他喝了神秘液体 体能力量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要不然 他也吃不消在太阳下干这么久 将车子车厢装满 王大福估计了一下 有一百多个 和昨天差不多 这一车卖完 还有一车 应该就差不多清空了 全部下来 俺和鲜花扫 能挣四万块了 嘿嘿 想到这里 王大福全身使劲 启动了三轮车 朝着镇子上赶去 为了避免路上 有村子里的人怀疑他 也避免这大太阳 将西瓜晒坏了 他用了一块帆布 将车厢盖上 不多时 就来到了镇子上 他还是选择在昨天的老地方 继续卖 经过了一天的时间 昨天买了王大福西瓜的人 肯定都尝到了这种水果的滋味 有些人有钱 不在乎这一百两百的 肯定还会再来买 这就叫回头客 刚刚停稳车子 他还没有吆喝 就有人立刻围了上来 小子 又是你 这西瓜 还是和昨天的一样吧 五块一斤吗 再给我撑一个 昨天我儿子尝了几口 非得还要 你干脆给我来两个吧 众人七嘴八舌 吵着要买王大福的西瓜 王大福忙个不停 给人家撑撑 装袋 扫码 他这边生意一好 就弄得那些 卖普通外地西瓜的人 根本没有生意了 那些人红着眼睛 盯着这边 咬牙切齿 却又毫无办法 一会的功夫 王大福就卖出去了34个 接下来买瓜的人开始减少 王大福准备在这里停留一会了 然后去其他地方转转 反正今天 这些西瓜是不愁卖掉的 王大福有信心 接下来 陆陆续续 又卖出去了十几个西瓜 全部都是五块一斤 同搜无期 卖西瓜啦 又甜又大的西瓜 味道一绝 全国仅此一家 再过十几分钟 俺就要走了 到时候想买 可找不到了 王大福难得闲下来 好好坐一会 同时吆喝了一嗓子 阵子人来来往往 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王大福的西瓜名不虚传 但还是有人不知道咋回事 喂 小子 你又来了 就在王大福 准备起身换一个地方继续卖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王大福转过头去 发现对方是一个平头男子 脸上带着一丝严厉的神色 大哥 买西瓜吗 俺这西瓜是本地的 你可以尝一尝 男子笑道 不用尝了 你这里还有多少个 王大福心中一喜 看来这大哥又是个豪爽人 一来就问多少个 难道是像昨天那个性感女人一样 全部给买了 那他巴不得 现在时间还早 卖完了这一车 他还可以回去西瓜地里 将最后一车西瓜拉过来 还有六七十个吧 王大福也没有仔细数数 大概估算了一下 男子看了一眼车厢里的西瓜 点了点头 就在他要开口的时候 一辆奥迪A6停在了王大福的三轮车前面 车窗摇了下来 哥 你看 这卖西瓜的 不就是昨天那个 奥迪司机回头看了一眼后座 语气有些警觉 后座的男子看着外面 冷笑道 真他妈冤家路窄 这都能碰上这个大傻子 下车 好好教训他一顿 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昨天中午为难吴仙花的周大雄 昨天王大福的带着吴仙花走了之后 周大雄一肚子火气 正要打算弄王大福 今天刚刚出门 就好巧不巧 遇到了对方 周大雄带着四个男子 下车来到了王大福的前面 王大福正在和刚刚的平头男子说话 转头一看 发现是周大雄 他脸色冷了下来 臭小子 你他妈还敢在镇子上卖西瓜 我卖了个表 给老子砸 周大雄一声令下 几个小弟就要上前 将西瓜一个一个砸烂 王大福大声道 你们谁敢 俺打死谁 他一个人 面对对方四个人 气势一点也不弱 周大雄的这些小弟 还真的没有动手了 周大雄摘下墨镜 看了一眼天上热辣辣的太阳 一拳砸开了车厢里的一个西瓜 自顾自的就吃了起来 又喝 他娘的 这傻子的西瓜 还真他们好吃 大傻子 这车西瓜全部送给老子 今天老子就放过你一次 咋样 周大雄故意挑逗王大福 王大福冷笑 凭什么给你 你最好离俺远一点 不然出了什么事 俺不负责 周大雄立刻举起一半西瓜 朝着王大福砸去 王大福巧妙地躲过 大怒道 你他们的 咋俺瓜是吧 周大雄挥手 上啊 给我打 双方正要混站在一起 这时候 买瓜的平头男子 一脸威严地走了过来 死死盯着周大雄 你们想干什么 周大雄看了平头男子一眼 你又是谁 滚开 不然连你一起打 平头男子摇头冷笑 你们混哪里的 老子周家公一场的 我爸是老板 在这个阵子上 谁敢和我作对 平头男子笑道 刚刚这车西瓜 我都已经付钱买下了 你砸的不是他的瓜 是我的瓜 赔钱 周大雄疑惑地看着平头男子 你他妈到底是谁 你爹是周成 周大雄愣住了 这个平头男子 好像根本一点都不惧怕 散发出来的气场有些强大 可能真不是一个好惹的 随即 平头男子掏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五分钟内 你爹就会过来 你别走 平头男子冷冷对周大雄说了一句 然后不再搭理 回到了王大福的身边 他笑了笑 表情温和了许多 这么多瓜 懒得一个个称重了 你给我一口价 我直接付钱 王大福有些惊讶 这大哥比昨天那个小娘们还要爽快 不过看在刚刚他为自己出头的份上 王大福决定报低价格 算是感谢对方了 我刚刚仔细数了一下 一共65个瓜 满给你优惠 6000块钱吧 平头男子笑着拍了拍王大福 直接扫码付款 他们之间的动作 将周大雄看得一愣一愣的 五分钟 很快过去 王大福准备直接将西瓜给平头男子送过去 这时候 另外一辆轿车停在了周大雄的后面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急忙走下车来 一眼就看见了周大雄 脸色难看 爸 你咋来了 周大雄走了过去 男子忽略了周大雄 直接走到了平头大哥的前面 笑道 是勇哥呀 这是误会了 犬子顽劣 是我教导无方 回头 我给刘老板登门谢罪 平头大哥摇摇头 废话别说 他砸我瓜 赔钱 中年男子笑道 赔 多少钱 一万块 众人都是一愣 平头大哥瞪着中年男子 眼神伶俐 中年男子赶紧笑道 好 一万就一万 我给勇哥你扫码 王大福终于明白 这个叫做勇哥的男子 是个厉害角色 周大雄他爸在他面前 都没有一点脾气 周大雄砸了一个瓜 就要赔一万块 这有点无语了 周大雄他爸付了一万块之后 连忙拉着周大雄 走到了一边 你这个畜生 又给老子惹祸 回头我再教训你 勇哥笑了笑 对王大福道 兄弟 麻烦 将西瓜给我送回去 我给你指路 王大福点了点头 勇哥爬上了三轮车 王大福发动车子 立刻消失在这里 周大雄父子两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爸 这人是谁啊 周诚一耳光 打在了周大雄的脸上 他叫刘勇 是刘华强的小弟 刘华强 周大雄脸色一黑 他才明白 刚刚他差点闯下大祸了 原本还想着教训王大福呢 现在看来 刘勇有点包庇对方了 周大雄是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 另一边 王大福在刘勇的指路下 朝着镇子外面赶去 一个小时后 终于来到了县城郊区 这里有一家建筑公司 刘勇让王大福停下 然后带着王大福走上了一栋大楼 大楼三层 王大福再一次见到了刘华强 刘华强笑嘻嘻地 看着王大福 点头道 送瓜来了 王大福道 刘总 原来是您要买西瓜呀 刘华强点了点头 正想吃一口新鲜的西瓜 这天气太热了 躲在空调房里都不舒服 整个人沉沉的 刘总 刚刚出了一点小意外 刘勇上前 将周大雄的事情 告诉了刘华强 刘华强的脸色冷了下来 行 我知道了 你教训了就行 回头我给周成一个招呼 让他收连点 随后 他看向了王大福 小子 不用害怕 周家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了 对了 你瓜呢 王大福心中有些感动 没有想到 他因为卖西瓜 竟然和大老板刘华强结缘了 他笑了笑道 西瓜全在下面 俺去给你搬上来 不用了 我们叫人过去 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王大福 好 大福 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做做 刘华强笑咪咪的 王大福虽然很想休息一会 但他还有事情得忙 不了刘总 俺的西瓜还没有摘完呢 今天趁着天气好 俺还得回去一趟 将剩下的瓜摘下来卖了 刘华强想了想 问道 你还有多少西瓜 还有一亩 一百多个吧 刘华强直接挥手 你全部运来 我都收了 王大福惊讶道 刘总 你要嫩多西瓜干啥 劈着玩啊 刘华强搭着王大福的肩膀 大笑道 谁没事劈西瓜呀 我那工地这么大热的天 怕工人中暑啊 我买来都是给工人分着吃的 刚好你这西瓜不错 你运来就行了 王大福知道了缘由 心中对刘华强敬佩了几分 立刻点头行 俺这就回去 将所有的西瓜全部运过来 这县城有点远 估计我得下午过来了 没问题 我等你 两人说定 王大福就告别了刘华强 走出建筑公司大楼 骑着三轮车 风火轮似的 回村去了 一路上 王大福心里美滋滋的 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想过 今天的瓜肯定比昨天还好卖 结果又遇到了刘华强 人家直接全部收了 这下 他连摊都不用摆了 地里的西瓜全部有了着落 一想到这里 王大福仿佛做梦一样 乖乖 今天能进账两万多块钱啊 他笑了笑 继续拧动油门 破三轮车冲向了江流村 等王大福回到了村子里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太阳像是一颗火球 高高悬挂在头顶 今年的夏天格外的热 村子里的女人 一个比一个穿得少 刚刚进村 王大福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估计鲜花嫂 已经做好了午饭 她得先回家再说 鲜花嫂 一进门 王大福就喊了一声 吴鲜花正好从厨房里 探出一个头来 看了一眼王大福 大福 怎么现在才回来 西瓜卖得咋样了 王大福擦了一把汗 将三轮车停稳 然后走进了厨房 鲜花嫂 你猜我西瓜卖完了没 吴鲜花正在炒菜 回头看了一眼王大福 见他傻兮兮地笑着 猜到卖得肯定不错 卖完了 不光卖完了 连今天下午剩下的瓜 也都有人预定了 俺吃完饭 直接送过去就行了 鲜花嫂 今晚俺能挣两万多呢 吴鲜花也惊讶了一把 连忙问道 咋回事 傻大福 你别可遇上骗子了 王大福摇摇头 将自己遇到的事情解释了一遍 吴鲜花这才将信将疑 他将饭菜送到桌子上 拿了一条湿毛巾 给王大福擦擦汗珠 一股子女人特有的香味 充斥在王大福的鼻子里 王大福心头痒痒 回想起昨晚的美妙 微微一笑 嫂子 你身上好香 对了 你啥时候来月经 吴鲜花放下毛巾 美好气地 摆了一眼王大福 去 傻子 问这个干啥 王大福笑道 当然 是给嫂子治病 吴鲜花坐下来 准备吃饭 大福 你还真会治病啊 鲜花嫂可不信 你别乱来 这几天 王大福的变化太大了 吴鲜花都感觉 王大福不像自己认识的 那个傻子傻子 王大福喝了一口茶水 低声悄悄道 鲜花嫂 你月经经痛 要命得很 俺又不是 没有见过 你让俺试试不就行了 吴鲜花确实有痛经的毛病 一旦来了月经 那种痛能让人想死的心 都有 她看过医生 都没有效果 因为痛经严重 她那个丈夫还没有死的时候 也一直没有怀孕 就是这个原因 你咋看 吴鲜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女人家的私事 除了关系亲近的人 一般也不会告诉别人 自己痛经 也只有王大福知道 啊摸摸就知道了 吴鲜花到 摸哪里 肚子啊 吴鲜花点头 哦 好吧 还有几天就来了 到时候我让你试试 王大福点头 他都想好了 自己这神秘液体如此神奇 一定可以用来治病 想要证明的话也很简单 只需要治好吴鲜花的痛经 不就可以了吗 吃完了饭 吴鲜花准备休息一会 今天上午她一个人在家里洗了很多东西 累得不行 下午还得去地里种菜 大福 你要不要 睡一觉再去 看着王大福就要准备出门 已经躺在了堂屋竹床上 吴鲜花语气温柔地说着 对于王大福 现在吴鲜花已经换了一种心态 昨晚晚饭时候赵燕春的话 让吴鲜花如梦初醒 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虽然昨天夜里的行动被人打搅 没有成功 但他也想好了 王大福 这个看起来傻里傻气 但心里一点都不傻的男人 他一定要争取到手 不会让给赵燕春那个小浪蹄子的 此时 王大福回头看了一眼躺着的吴鲜花 刺眼夺目的身材 完美的五官 女人的韵味 无意不让王大福内心懵动 鲜花扫 去县城有点远 俺还要一个一个摘西瓜 没时间了 就不休息了 晚点回来 俺把今天挣到的钱 全部赚给你 吴鲜花摇着扇子 点头笑道 好吧 你注意安全 王大福告别了吴鲜花 继续骑着三轮车 去了西瓜地里 午后的阳光 可以灼伤人的皮肤 王大福就带了一顶草帽 在西瓜地里干活 这最后一点西瓜 卖完了 今年就没有了 王大福抬头一看 忽然感到有些空虚 接下来 他还得继续找挣钱的路子啊 这一次卖西瓜 他来钱太爽了 估计以后的辛苦钱 王大福都看不上 不过王大福完全不担心 有葫芦在 他有大把的办法可以挣钱 花了不少时间 他将最后的西瓜 全部搬运到了三轮车上 数了一遍 这一次满满一车 全部摘完 一共有150个西瓜 大小相差不多 体态均匀 都是好瓜 铺上了一层帆布之后 他就去了县城 找到了刘华强的公司 然后将这一车西瓜 全部搬了过去 刘华强忙完了工作 让自己的财务过来 给王大福付款 完全没有一句废话 该多少就多少 微信到账 15600 听着手机的提示声音 王大福笑了笑 西瓜终于是卖完了 没有什么问题吧 美女财务一脸相悍 看了一眼王大福 眼神有些冷漠 王大福点头 没问题 没有其他事情 俺就走了 美女财务立刻转身 走进了办公室 这时 刘华强突然从后面走了过来 等等 大福 王大福转过身去刘总 还有啥事 刘华强打亮了一眼王大福 低声道 你还有西瓜吗 刘总 你还要 王大福这下是真没有了 是这样的的 天气太热 但我下面的工程不能停 工人们都在高温下工作 中暑的不少 但是吃了你的西瓜之后 我发现工人们的体力和精神好多了 我这工程还要一段时间 你这样的西瓜 我需要很多 你还有吗 怪不得刘华强这么喜欢买西瓜 原来王大福的西瓜还能预防中暑 他猜想可能是神秘液体的原因 刘总 俺家就种了三亩多地的西瓜 还是高产 才能有这么多 今天俺是真的全部卖完了 王大福有些为难 有钱谁不挣啊 问题是他也不能撒谎 刘华强有些失望 那你这样的品种 别家还有吗 刘华强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西瓜 不能轻易放弃 可是这西瓜是王大福的神秘液体滋润出来的 全世界独一无二 刘总 实话告诉您 俺的西瓜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也没有 刘华强点点头 大福 留下你的电话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 咱们互相联系 王大福笑了笑 照着刘华强的名片打过去 刘华强的手机响了之后 他就挂了 刘总 我就先回去了 以后有什么吩咐 您就打给俺 刘华强亲自将王大福送到了公司大楼下面 看着王大福骑着三轮车离开 他这才回到了办公室 这一次卖西瓜 王大福算了一笔账 一共收入四万三千块钱 成本几乎忽略不计 往年他们种西瓜 都是随便施点肥 然后铺地磨 不需要多少管理 所以不需要啥成本 有了这四万块钱 王大福和吴仙花就能轻松一阵子了 等王大福再次回到村子 已经是日落西山 村子里不少村民们都出来干活了 夏天天黑的晚 众人看着王大福骑着三轮车 像是捡刀宝一样开心 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很快 王大福来到了王老头家里 准备还了车就回家了 王家老婆子一脸狐疑地看着王大福 脸色古怪 他再泼辣 也不好说什么 这一次 王大福是给了租金的 但张老婆子心里还是不甘心 非要从王大福的口中 套出一点什么来不可 王大福 这么快就回来了 干完了 王大福一进门 张老婆子就走了出来 笑嘻嘻地说着 王大福点头 只想早点回去 完了 大娘 车给你停着了 没啥事情安走了 等等 张老婆子叫住了王大福 走到了三轮车旁边 左右看了看 确定王大福没有将车子损坏 他才哼了一声 我说大福啊 大娘平时对你咋样 张老婆子一反常态 居然对王大福笑了起来 王大福一阵恶心 他心里想笑 你对我咋样 还要问 平时要不是看着王老头的面子 他直接不打理 这老婆子了 其实都是邻居左右的 王大福真不想把关系处得僵硬了 但是张老婆子 做人实在不咋地 王大福和吴仙花 买不起三轮车 但是有时候干农活要用 他以前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挺好的 王大福昧着良心 摇了摇头 大福啊 刚好咱家的饭好了 不如你就在我家吃了吧 我那女儿放假回来了 我做了几个菜 王老头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嫁人了 二女儿在外地打工 三女儿刚好二十岁 据说在一个大学读书 人长得挺标致的 很是时髦 大福哥 好久不见 王大福正要拒绝 堂屋里 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只见一个双马尾的时尚女孩 欢快地跳着 跑到了王大福的身前 王大福笑了笑 这个女孩就是王老头的三女儿 叫做王雪奇 其实她和王雪奇的关系还不错 小时候经常一起玩 也不会因为王大福傻里傻气而欺负她 但是这几年间的少了 关系也就疏远了一些 雪奇啊 放假了吗 王大福笑着打了一个招呼 虽然张老婆子有些丑 但有一说一 她女儿还真不错 青春靓丽 五官精致 大福哥 正好我家要吃饭 一起吃吧 王雪奇有些热情地拉着王大福 就要朝着堂屋里走 一旁 张老婆子一脸阴谋诡计得逞似的 王大福猜到了什么 摇摇头道 不了 我还得回去 家里还有事情呢 她摆摆手 哪怕王雪奇对自己再热情 她也正脱开来 走出了院子 王雪奇有些失望 看着王大福高大雄壮的背影 目光复杂 哼 这傻子一定有什么好事情瞒着咱们 雪奇 你和她套套近乎 问问她借咱家的车到底干嘛 还有那些西瓜是哪里来的 听到没 张老婆子回头走进了屋子里 王雪奇点了点头 心中却有自己的想法 王大福回到了家里 一身尘土 左右一看 并没有发现鲜花嫂的身影 她拿出手机 给吴鲜花打了过去 鲜花嫂 你在哪里呢 俺回来了 电话里 吴鲜花说道 菜地里 不少黄瓜茄子能吃了 要不你先煮饭 我马上就回来了 王大福挂了电话 立刻去了厨房 自己煮饭 她做菜没有吴鲜花好吃 所以 家里一般做饭做菜 都是吴鲜花干的 王大福洗了一把脸 将电饭包插上 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想了想 明天得先去镇子上 买一辆三轮车子再说 其实回来的路上 王大福已经决定了 既然刘华强这么想要她的西瓜 她不如干脆再种一季 西瓜是可以种两季的 尤其是王大福的遗迹 这么早就已经摘下来了 现在就种 完全没有问题 唯一让王大福担心的是 她的动静太大 会引起村子里的人注意 刚刚张老婆子 就已经想要套出她的秘密了 可惜她不傻 才不会告诉 那个老婆子 因此 王大福觉得 如果还要种一季的话 必须换地点了 她要加大规模 还要隐蔽 这样的话 她就只能找到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偷偷地种 想来想去 只有村子西边的山上 那边有很多山谷 还有些坟墓 一般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过去 如果能在那边找到一块地开垦出来 偷偷种多点西瓜 才能不被人发现 这件事 王大福决定等 鲜花鲜花扫回来了再商量 晚点吃完了饭 她想去赵燕春那边走走 看看狗村长到底有没有兑现承诺 半个小时后 无鲜花提着一篮子的蔬菜瓜果回来 一进院子 突然看见前方一幕 顿时脸色通红 吓得转过身去了 啊 傻大福 你疯了 咋在院子里光溜溜的 前方水井旁边 王大福冲着凉 正在从水井里打上来凉水 举着水桶 就从头上淋了下来 啊 爽 王大福本来热得不行 煮好饭之后 一直没有见到吴鲜花回来 就干脆拿了水桶和毛巾 直接在院子水井边上冲凉 这一幕 刚好被刚刚进门的吴鲜花 看得一清二楚 好羞人啊 鲜花扫 啊 啊 见你一直没回来 就先打算在院子里冲凉 啊 王大福有些不好意思 他真不是故意的 吴鲜花背对着王大福 又羞又气 跺脚道 谁让你在院子里直接冲凉的 让人看见了 多不好 这时 王雪奇笑嘻嘻的 也突然冲进了院子 鲜花扫 大福哥 啊 王雪奇和吴鲜花一样 突然走了进来 一眼就看见了王大福在院子冲凉 整个人顿时燥热难当 白皙的脸颊通红通红 转过身去 随后 王雪奇内心有什么东西冲动 脑海里一直忍不住回忆刚刚的一幕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害羞地低下了头 两个女人都背对着王大福 王大福也想不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急忙拿着毛巾胡乱一擦 提着大裤衩就穿上了 咋回事 俺洗澡 你们就都来了 他笑了笑 吴鲜花美好气的 娇称道 傻子 穿上了没有 俺穿上了 你们可以转过身来了 吴鲜花和王雪奇 这才一起转身 看着王大福只穿了一条花裤衩 上半身犹如猛兽一般 肌肉隆起 视觉震撼 两个女人还是脸蛋烧红 不敢直视 却又忍不住想多看两眼 吴鲜花低着头 直接走进了厨房 准备开始做晚饭 院子中 王大福收拾了一番 将毛巾搭在脖子上 笑嘻嘻地走向王雪奇 雪奇 你有啥事 王雪奇脸上火辣辣的 脑子胡思乱想 低声道 大福哥 我没啥事 就是很久没有看见你了 想找你过来玩 这时候 厨房里的吴鲜花走了出来 笑道 雪奇 你啥时候回来的 就今天 大福哥 我听我妈说 你卖西瓜去了 村子里的西瓜都还没有成熟呢 你咋现在就有了 果不其然 他就是听了张老婆子的话 想要过来打听情况的 王大福眼睛一转 摇摇头 你们不知道 俺和鲜花嫂今年种的西瓜品种不同 加上我经常施肥 长得快 可以种两季 所以 俺现在就开始卖了 王雪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此时厨房里 已经响起了油烟声音 一股子辣椒黄瓜茄子的味道飘了出来 吴鲜花很快将晚饭做好 王雪奇也没有离开 她像是一个小女孩似的 一直拉着王大福 聊天说笑 两人的关系看起来很不错 吴鲜花将饭菜端上桌子 瞟了一眼王大福和王雪奇他们两人 心中酸酸地 开口喊道 傻大福 吃饭了 王雪奇这才站起身来 对王大福笑道 大福哥 晚上有空来我家玩哦 我先回去了 说完 她就走出了院子 王大福来到桌子旁边 吴鲜花笑道 人家黄花大闺女咋样 喜欢吗 鲜花嫂说啥呢 这丫头是听了她娘的话 过来打探我情况的 吴鲜花知道自己在吃醋 也不在意 大福 今天一共挣了多少钱 王大福立刻拿出手机 将上面的余额全部给吴鲜花过目 中午的时候 吴鲜花还担心这傻子是遇到骗子 现在看到微信余额 她是真的相信了 傻大福 你发横财了 真的挣了两万多 加上昨天的一万多 一共有四万了 吴鲜花忍不住激动 开心的不行 一双桃花眼满是放光 嘿嘿 鲜花嫂 明天没事 就陪俺去镇子上买三轮车吧 吴鲜花点头 好 明天就去买车 来 傻大福 尝尝鲜花嫂做的肉 鲜花嫂的肉 王大福眼睛带着笑意 吴鲜花太激动了 一时说话着急 有些不好意思 笑道 是鲜花嫂做的肉 你昨天买的呀 说完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鲜花嫂 俺这西瓜 这么吃香 那个叫做刘华强的老板还想要 可是俺现在也没有了 俺想过了 再种一季 你觉得咋样 吃饭吃到一半 王大福提起了正事 吴鲜花放下筷子 点头道 这个老板看起来还挺靠谱的 不过咱们再种一季 接出来的西瓜还能行销吗 吴鲜花的担心不无道理 那时候西瓜满大街都是了 便宜还品种多 他觉得 王大福这两天的西瓜卖得这么好 完全是因为自己家的西瓜上市枣而已 鞍中的西瓜一定和别人的不同 再说了 刘华强吃过鞍的西瓜 别人的西瓜他也看不上 那时候虽然西瓜多 他也还是会买的 王大福很有自信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今天刘华强说的 工地上的工人吃了他的西瓜之后 都没人中暑了 干活更有劲 不怕热 这种效果 一般西瓜可是没有的 吴鲜花看着王大福这么有信心 他也不好泼冷水 只得点头答应了 那好吧 过两天有空了 我再去买上次的这种西瓜苗子 咱们还是在老地方种吗 王大福摇头 不 得换地方 村子里的恶人多 咱们的动静大了 会有人盯着看 到时候 恐怕会有麻烦 吴鲜花看了王大福一眼 心想 王大福一点也不傻 那种哪里 鲜花扫 村子西边有咱们的地眉 那里人际罕至 有一条山路 俺觉得那里不错 吴鲜花想了想 西边 地倒是没有 不过有山地 需要开荒呢 王大福拍板 那就这样定了 鲜花扫你过两天 带俺过去看看 俺来开荒 吴鲜花觉得 开荒是个不小的工程 觉得还是换个地方比较好 不过看着王大福决定了的样子 他还是没有开口 吃完了饭 吴鲜花就去洗碗 天色也已经不早了 王大福将自己手机里的两万多块钱 全部转给了吴鲜花 然后拍拍屁股 准备去赵燕春那里看看 大花裤衩子 白色背心 凉拖鞋 王大福穿得简简单单的 身上的小葫芦 被他暂时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刚刚没走几步 经过一片玉米地的时候 一只手突然从里面伸出来 拉着王大福 就往里面一拉 王大福没有注意 立刻被拉了进去 跑进了玉米地中 他还以为是什么恶人 正要反击的时候 突然发现 就是刚刚的王雪奇 大妹子 是你呀 你这是干啥 王雪奇红着一张脸 脸上还有泪痕 应该是刚哭过 长长的睫毛眨动 美丽迷人 他也穿着一件小背心 紧紧地 将身材完美勾勒出来 下面穿着一条牛仔热裤 雪白的大长腿 踩着一双厚底拖鞋 就身材来说 王雪奇绝对不比赵燕春和鲜花扫叉 只是他年纪小一些 还没有接触太多的男人 身上那骨子女人成熟韵味 还没有散发出来 大福哥 你陪陪我 王雪奇抽鼻子 模样可怜 咋了 你家里骂你了 王大福笑了笑 王雪奇点头 我妈那脾气 你不是不知道 我回来不用三个小时 他绝对会找我麻烦 我和他吵了一架 自己跑出来了 王大福蹲了下来 那你跑来玉米地里干啥 我 王雪奇欲说还休 红着脸 玉米地安静 没人 这天黑咕隆咚的 马上要看不见了 你赶紧回去吧 你爸爸会担心你的 王大福好心好意地说着 就要走出玉米地 王雪奇一把拉住 王大福 摇头道 我现在回去 我妈绝对会打死我的 卧槽雪奇妹子 你妈这么狠 王大福很是厌恶 那个张老婆子 他没有想到 这老婆子 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也这样毒辣 王雪奇咬着牙 红着脸 低声道 大福哥 你刚刚说啥呢 王大福愣了一下哦 笑道 俺一时口快 你不要多想 王雪奇沉默了一会 觉得差不多了 就打算套王大福西瓜的事 大福哥 你今天这车西瓜 啪 一道清脆的响声 王大福一巴掌 拍在了王雪奇 娇嫩的屁股上 啊 大福哥 你想干嘛 王雪奇跳了起来 捂着自己的屁股 又羞又怕 脑海中不自觉想起傍晚的时候 看见王大福的样子 嘿嘿 不好意思啊 雪奇妹子 刚刚有一只蚊子在你屁股上 俺 俺忍不住 你看 王大福伸手 将拍死的蚊子 给王雪奇看 王雪奇摆了王大福一眼 心中小鹿乱撞 羞得只想埋头 咬着嘴唇 娇称道 大福哥 你下次能不能先说一声 啪 王雪奇话还没有说完 又是一道清脆的响声 王大福一巴掌拍在了王雪奇的一团白腻上 刚刚发育的胸脯 在小背心的包裹下 异常丰满 王大福脑海一阵空白 啊 大福哥 你又干嘛 王大福尴尬一笑 雪奇妹子 你说这蚊子咋都喜欢这个位置呢 俺真不是故意的 你看 又是一只 他伸手 果然又拍死了一只蚊子 王雪奇彻底是没脾气了 又好气又想笑 他干脆放开了双手 一副放弃抵抗的样子 来吧 大福哥 王大福看着王雪奇 来啥 拍蚊子啊 我哪里还有 你直接拍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王大福摇摇头 我说雪奇妹子 这玉米地本来就蚊子多 你还是赶紧走吧 俺还有事 不陪你玩了 说完 王大福就要转身走人 王雪奇哼了一声 竟然直接扑了上去 娇俏的身子 一下就从背后抱住了王大福 王大福愣住 转过头来 雪奇妹子 你疯了 这是啥意思 王雪奇一改单纯无辜的样子 眼神有些妩媚 大福哥 你走我就喊你非理我 先松手再说 雪奇妹子 你好歹也是读了大学的 咋这么不讲理 傻子 这玉米地里你不想干点啥 王大福笑了笑 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小丫头装作楚楚可怜 说什么被张老婆子赶出家门 只怕还是受了他母亲的怂恿 想要知道自己的秘密 他王大福可不能上当 雪奇妹子 俺错看你了 你人不大 还挺梦朗的 看不出来啊 王雪奇脸色不变 笑道 大福哥 你别动 你身上有蚊子 他学着王大福的样子 就要伸手过去 王大福一把甩开了他 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大妹子 咱们这样让别人看见了 会说闲话的 你一个黄花大闺女 还是注意一些吧 王雪奇有些泄气 心想 难道自己还不够有吸引力 竟然连这个傻子都吸引不了 他摇摇头 只好笑道 大福哥 我就是想问问你西瓜哪里来的 当然是肿的 不是废话吗 王大福见王雪奇露出真正目的 无聊一笑 直接就走出了玉米地 背后 传来了王雪奇不甘的喊声 大傻子 你就是个废物 你不是男人 那家伙有啥用 剁了吧 王大福嘴角抽动 他太小看王雪奇这个丫头了 想不到她竟然是这样的人 将来王雪奇这丫头 一旦见红开婚 恐怕也是一个如狼似虎的女人 离开了玉米地 王大福脚步飞快地走向了赵燕春家 生怕路上遇到了什么人 发现了什么 他王大福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来到了赵燕春家 赵燕春将一盘葡萄和枣子洗干净 端给了王大福 傻大福 想姐姐了 赵燕春一脸妩媚地坐在了王大福的身旁 媚眼如丝 吐气若蓝 吹得王大福心头痒痒 自从前晚一起吃了那顿晚饭之后 赵燕春也算是终于表露了自己的想法 他没有了男人的束缚 也可以大胆地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 所以对于王大福 赵燕春更加放肆了 只要最后一层遮羞不扯开 他就能坦坦荡荡面对王大福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这傻子还有一个鲜花嫂 无鲜花可不比他赵燕春差 燕春姐 我今晚过来就是想问问村长有没有把土地补贴给你 赵燕春摇头 还没有 王大福笑道 燕春姐 你穿上衣服 我带你去一趟村长家里 赵燕春疑惑道 傻大福 你真要和村长对着干 我说过了 这件事俺一定要帮你办到 俺王大福说到做到 你跟着我去就行了 怕啥 赵燕春这一刻觉得王大福太有男人气息了 他很是崇拜地看了对方一眼 点了点头 那你等我一会 我去房间里穿一件衣服 赵燕春洗了澡 只穿了一件凉爽的丝绸睡衣 这大晚上出门 还是去村长家里 赵燕春可不敢穿得这么少 他走进房间 磨蹭了好一会 还没有出来 王大福等得有些心急 朝着房间里喊道 燕春姐 好了没有 没呢 大福 你进来一下 帮姐姐一个忙 王大福觉得这女人也太麻烦了 换个衣服 怎么还能多事 他大大咧咧走了进去 一推开门 就看见赵燕春光华的后背 两根细细的内衣吊带露出 无比撩人 傻子 帮姐姐把拉链拉上来 王大福回过神来 摇摇头 燕春姐 你自己不会弄啊 姐姐要会弄 还要你干嘛 王大福不解 那你平时怎么拉背后拉链的 赵燕春一笑 那就不穿啊 所以姐姐才要一个男人 他与其有些挑逗 大概这些寡妇一个人过久了 看见男人 尤其是王大福这样的 都差不多吧 王大福觉得自己说不定哪一天 就要被寡妇给活泼生吞了 换好了衣服 赵燕春就跟着王大福出门 一起朝着村长张志强家里走去 说实话 赵燕春很是害怕 他趁着天黑看不见 一直死死握着王大福的胳膊 雪白大白兔一直挤压着 让王大福的手臂酸痒难耐 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燕春姐 你那压着我手臂了 赵燕春摆了王大福一眼 笑道 臭小子 你还不乐意了 你干啥抖动 王大福嘿嘿一笑 姐姐害怕 这村长张志强和汉父秦翠 都是不好招惹的呀 王大福一副无所调位 冷笑道 不是有俺在吗 今晚俺要狗村长拿现金出来给你 一共三千块钱是吧 赵燕春点了点头 这土地补贴 其实是江流村大部分村民都有的 以前自己的土地山林 被国家征用或者占用了 根据上面的政策 每母每年多少钱 清清楚楚 赵燕春男人家 就能每年拿三千块 但是他男人一直没有回来 张志强也不知道 赵燕春男人死了 就想吞了这笔钱 王大福想起昨晚上 张志强还要张好过来对付自己 顺便删除那些照片视频 这样看来 张志强并非真心想要服软 这三千块 他也还是不想给 很快 他们两人来到了张志强家 敲响了院子大门 一会儿秦翠就跑过来开门 一脸凶悍地看着王大福和赵燕春 你们两个 干啥 秦翠冷声问道 王大福看了看里面 大神子 说好了给燕春姐的补贴 咋还没有给 还有 你们昨晚让张好过来答案 是咋回事 要彻底撕破脸皮吗 秦翠脸上闪过一丝精明 摇头道 昨晚张好打你 关我们啥事 我们可没有让张好去对付你 王大福拉着赵燕春 直接就走了进去 张志强就在院子里 这两天 他和李燕的事情 被秦翠这个母老虎知道后 哪里也去不了 一直待在家里 此时见到王大福 张志强一脸冷漠 王大傻子 你又来干啥 张志强看到王大福就恼火 昨晚张好没有回信息 肯定是把事情给办砸了 钱 拿来 王大福不说废话 直接伸手找张志强要钱 啥钱 张志强还在装傻 燕春姐的土地补贴 拿来 不然今晚俺不走了 大神子 其实俺上次还保留了一些照片视频 没有给你看 你要不要再欣赏一下 此话一出 张志强和秦翠都惊呆了 两人脸上的表情都很精彩 秦翠又红变白 满脸怒容 张志强感觉大事不妙 慌张了你拿过来 给老娘看看 秦翠咬着牙 王大福立刻掏出手机 看可以 你们直接进村子里的微信群 俺发在那里 张志强受不了了 跳了起来 指着王大福就开始大骂 王啥子 你有种 老子今天认了 你别得意 老子是村长 总有一天你要来求老子的 你等着吧 说完 他就朝着房间走去 王大福笑了笑 这狗村子 也有今天 一旁 秦翠冷着脸 像是一个女罗刹 凶狠的表情 让赵燕春退后了一步 王大福 钱给你 所有的视频照片 一并删除 等等 你说 我还没有看过的 先给我看 秦翠恨得牙痒痒 自己的死男人 做的这些丢人事 他没脸看 可是又想看 看完 就得抱打一顿张志强 真是恼火 王大福正要点开视频 张志强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将三千块钱丢给了王大福 抢过手机 就要删除视频照片 秦翠不肯 他要先看了再说 夫妻两人立刻开打撕咬 现场一片混乱 王大福拉着赵燕春退到了一旁 冷冷看着他们 等他们打累了 打不动了 王大福就过去捡起自己的手机 转身拉着赵燕春 走出了院子 等等 王大傻子 你他们还没有删除掉呢 张志强肿着一张脸 就要过去追赶王大福 结果飞来一只拖鞋 正好打在他脸上 秦翠怒道 臭不要脸 老娘跟你没完 赵燕春跟着王大福 一路快走 远离了村长家里 朝着赵燕春家里走去 路上 赵燕春吐了一口气 捂着胸口 摇头道 太可怕了 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魔呀 王大福笑了笑 等回到了家中 就拿出刚刚那三千块 交给了赵燕春 燕春姐 这钱你收好了 数数是不是三千块 赵燕春眼睛里含着泪水 感激地看了一眼王大福摇摇头 大福不用数了 姐姐真的谢谢你了 好大福 他一激动 直接就抱住了王大福 王大福感受着赵燕春身上的女人滋味 心头麻麻的 痒痒的 赵燕春身上的香味和他鲜花扫的香味不同 但都好闻 许久 赵燕春终于不舍地松开了手 擦干泪水 王大福觉得没啥事了 可以回去了 便打算告别 燕春姐 你以后打算咋办啊 王大福突然问出一句话来 本意是想关心一下赵燕春来着 结果让赵燕春心中更加难受 咋办 我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 能咋办 傻大福 你娶了燕春姐 姐就好办了 赵燕春也直言不讳 死死盯着王大福 眼神都快要把王大福给吃了 王大福无奈一笑 他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喜欢燕春姐 也喜欢无鲜花 可他不能真的要两个女人吧 赵燕春为了缓解气氛 拍了拍王大福的胸膛 傻子 姐姐知道没有那个福分呢 过一段日子 姐姐就得出远门打工去了 王大福愣了一下 出远门打工 燕春姐 算了吧 那太辛苦了 不如跟着俺 干活 他一着急 直接脱口而出 其实自从有了小葫芦 王大福就知道 自己以后挣钱不是问题 他和无鲜花两个人 可以高枕无忧 但他还从来没有想过 是不是也可以帮一下 赵燕春这个苦命女人 如今既然说了出来 他觉得 倒是也可以 种植农作物也好 采药材也好 治病救人也好 他都可以带一份给赵燕春 赵燕春笑了笑 跟着你干活 能养活姐姐吗 王大福点头 能 赵燕春有些不相信 王大福这两天卖西瓜的事情 他也听说了 不过没有多想 他就当王大福开了一个玩笑 摇摇头 嗯 傻子 你还不回去 要不今晚 就睡在姐姐这里 赵燕春一笑 眼睛里都是王大福的影子 王大福摇头 还是转身走了出去 等他回到家中 吴仙花正好在院子里乘凉 见到王大福回来 吴仙花一猜 就知道 他干啥去了 那赵燕春没把你给吃了 吴仙花故意揶揄了一句 王大福嘿嘿一笑 仙花嫂 你咋把燕春姐说得那么不堪呢 俺就是帮她拿回土地补贴 吴仙花摇动扇子 女人最懂女人了 那晚上吃晚饭 她都已经跟你表白了 现在这女人心里咋想的 仙花嫂比你这个傻子清楚 王大福还是没觉得 一屁股坐在了吴仙花的身旁 低声道 仙花嫂 燕春姐嫩可怜 今晚她拿到了三千块钱 然后要过段日子去打工 你说她还有啥想法呀 打工 吴仙花坐了起来 想了想 冷哼一声 傻子 她这是假话 王大福摇头 仙花嫂 俺想过了 以后咱们干活挣钱 要不要带一份给燕春姐 她一个女人也没有收入 吴仙花看了王大福一眼 不知可否 脸色神情有些捉摸不透 笑了笑 傻大福 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和她说了 王大福点头 吴仙花叹了一口气 站起身来 以后再说吧 随后 她直接睡觉去了 留下王大福一个人 傻坐在院子中发呆 过了一会 王大福起身 也准备去睡觉了 明天要去买车 她得好好跳跳 大福 进来仙花嫂房间 王大福眼睛一亮 难道仙花嫂还想干那啥 她偷偷走到了 吴仙花的房间门口 低声道 仙花嫂 咋了 你不是说 要给仙花嫂治病吗 仙花嫂肚子有些不舒服了 估计要来了 你看看呗 王大福点了点头 随机回房 找出了小葫芦 拔出盖子 倒出一滴液体在杯子中 奇异的香味充斥着房间 她又倒了一些水在杯子中 然后端着杯子 来到了 无仙花的房间 无仙花脸色有些痛苦 捂着肚子躺在床上 呼吸急促 脸色潮红 每个月 无仙花都要经历一次 她有时候想 下辈子真的不想做女人了 做女人太苦了 仙花嫂 你什么时候开始痛的 无仙花咬着牙 瞄了一眼王大福 就刚刚 王大福本来可以直接将杯子里的水 给无仙花喝了就行了 但这样太夸张了 她好歹 也得装模作样一番才行 于是王大福伸手 慢慢在无仙花的小腹上摸来摸去 柔软的肌肤入手 王大福面无表情 许久 她摇头道 没事 鲜花嫂 俺这里有一杯早就调制好的药水 喝起来香香的 你先试试再说 随即她将杯子送给无仙花 无仙花结果 几口就喝完了 大福 这啥药啊 好香 也没有什么苦味 和水一样 无仙花一脸好奇 王大福笑了笑 她刚刚只是滴入了一滴神秘液体 不敢加多 怕嫂子受不住 如果明天一早还痛的话 她再多倒入几滴就可以了 随后 她让无仙花躺下 好好休息 自己也回房间去了 将门关上 王大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葫芦里 刚刚有不少液体 反正现在还不用浇灌植物 留着也是暂时没有用 不如自己全部喝了 说不定身体还会有什么变化 她想到就做 拔出葫芦盖子 一口喝完 接下来 身体果然 又像上次一样 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 让王大福有些害怕 而且这一次 身体里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像是有股气流 在游动 趁着这个机会 她开始学着电视里的人一样 开始打坐闭幕 去感受那股能量 一夜很快过去 第二天一早 王大福早早醒来 由于昨晚喝了很多神秘液体 她精神头倍足 整个人神采飞扬 一溜烟跑到吴仙花的门口 仙花嫂 起来没 吴仙花也刚好起床 她将卫生巾贴在里面 正要穿上裤子 起来了 你等会 仙花嫂 你肚子还痛不 门外 王大福笑嘻嘻地问道 吴仙花这才想起 她昨晚来月经经痛了 摸了摸肚子 丝毫没有感觉 不痛了 还很舒服 傻大福 你真有本事啊 跟谁学的 吴仙花一边说话 一边穿上了裤子 就去开门 门外 王大福也是一脸笑意 看来她猜得没错 这神秘液体的作用太多太多了 是无价之宝 以后她可以拿着这个葫芦 给身边的人治病 不痛就行 一些江湖偏方 门书上看到的 仙花嫂以后 都不用忍受这痛经了 吴仙花奇怪地打量着王大福 可是又看不出什么异样 只能带着一肚子的疑惑 去了厨房 给王大福做早餐了 大福 你治好了我肚子痛 为了谢谢你 你想吃啥 仙花嫂都给你做 王大福准备去洗脸刷牙了 吃下面 啥 吴仙花反应过来 瞪了一眼王大福 美好气得又有些害羞 不正经 你再说一遍 王大福道 俺想吃鲜花扫下的面 这还差不多 吴仙花转过头去 嘴角忍不住露出一丝幸福的笑意 他手脚麻利地 做出来两碗面条 和王大福一起吃了 随后两人收拾了一番 准备出门去买车了 路上 王大福骑着小踏板 载着无鲜花 朝着镇子上飞快地跑去 傻大福 一辆三轮车得多少钱啊 无鲜花心里想着 他们现在虽然有点小钱了 但吃过苦头的他 太明白了穷是什么 所以他看着微信里的零钱 都舍不得花 要不是三轮车在农村乡下实在太实用了 他都不会答应买的 一般般的一万多块吧 鲜花扫 俺想好了 买一辆性价比高一些的就行了 王大福吹着风 拧动小踏板油门 笑嘻嘻的 无鲜花一阵肉疼 咬牙道 还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有啊 太小了 没力气 拉不了多少货 还不如买大一点 鲜花扫 你别推心疼钱了 俺以后还有的正呢 王大福笑着说完 朝前冲去 十分钟后 王大福一个急刹车 迅速停在了卖三轮车的店家门口 无鲜花没有防备 整个人一下子由于惯性 身子的重量 全部挤压在王大福宽大街市的后背上 啊 傻大福 你能不能慢点 无鲜花胸口挤得厉害 衣服都鼓了起来 这一幕太艳丽了 嘿嘿 鲜花扫好软 感受着背后传来的柔软和温度 王大福一阵荡漾 美的不行 无鲜花知道 这家伙故意的 用手一拍 去你的 傻大福 你越来越不正经了 王大福笑着低声道 鲜花扫不也喜欢吗 傻子 这是在外面 大街上呢 要喜欢也得回家呀 无鲜花红着一张脸 很是害羞 背齿轻轻咬着猪唇 整个人犹如成熟的红苹果 王大福真想现在就上去咬一口 鲜花扫 你说的 等回家了 俺要吃 无鲜花没来由地交称道 还买不买车了 买 走 去看看 王大福 屁颠屁颠地拉着无鲜花 就朝着店子里走去 这家店除了三轮车 还有一些农业机械 品类齐全 挑车奖价的过程就不说了 最后确定了 由无鲜花付款 一共花了将近两万 出门的时候 王大福将小踏板放在了三轮车上 无鲜花就坐在后面 王大福骑着崭新的三轮车 熊啾啾气昂昂的 就准备回去了 傻子 你选这么贵的干啥 咱好不容易挣了四万多一点 一下子去了一半了 要不是这钱都是王大福挣来的 无鲜花今天绝对不会答应买这么贵的三轮车 但她还是忍不住想要唠叨两句 现在挣钱实在太难了 鲜花扫 车子选好一点 俺也能多拉一点活 你放心 亏不了 无鲜花叹了一口气 做梦似的 这钱还没有午热呢 就花了 总感觉不踏实 对了鲜花扫 咱要不要顺路买点东西回去 家里缺啥布 被王大福一提醒 无鲜花这才想起 家里确实要不点东西了 都是一些吃的用的 也没有多贵 好 那你去农贸市场 我还去买点东西 王大福点头 打着了车子 拉着无鲜花 就朝着市场赶去 到了市场外面 无鲜花从车子上下来 对王大福道 大福 要不你在这里等鲜花扫 鲜花扫买了就回来 咋样 这车子是崭新的 无鲜花也不放心 就扔在这里 刮了蹭了 虽然是辆三轮车 但也挺心疼的 王大福点头 好 你去吧 俺等你 等无鲜花进了农贸市场 王大福就无聊地 坐在车子上等着 这时 他的眼睛 无意落到的 对面一家服装店里 想起上次 给鲜花扫买衣服 好像总感觉 缺了一点什么 王大福寻思了很久 脑海里 终于冒出一个人来 嘿嘿 鲜花扫这大长腿 还不知道 穿丝袜是啥样呢 王大福一心动 就去了女装店 虽然买不到 什么巴黎世家 也随便买了几双丝袜 就出来了 不多时 无鲜花提着 大袋子小袋子 从市场里走出来 看了一眼路边的 王大福 王大福接过袋子 扶着无鲜花上了车厢 两人就准备回去了 哟 这要巧 王老弟 你今天咋没有来卖西瓜了 王大福正要打着车子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王大福和无鲜花 一起转过头去 对方正是整天 无所事事的周大雄 他家就在镇子上 能在这里遇到他 也不奇怪 王大福原本笑嘻嘻的脸色 瞬间就冷了下来 周大雄 今天周大雄一个人 在街上溜达 看见王大福和无鲜花 还是忍不住上前搭话 昨天被那个刘勇教训了一顿 他自然是对王大福 改变了态度和想法 但一直飞扬跋扈的他 怎么可能就这么屈服呢 癞蛤蟆不咬人 还要恶心人呢 他就要过去恶心一下王大福 鲜花 好久不见 你不来我厂子里上班了 我还挺想你的 王大福冷着脸 周大雄 你别不知道好歹 嘿嘿 王老弟 你咋这么容易生气呢 我好歹也是你鲜花嫂的同事 他干活马里聪明 我实在不想失去这个员工啊 你别多想 王大福冷冷哼了一声 周大雄转头看向了车厢上面的 吴鲜花 眼睛动了动 鲜花 这是你们新买的车子啊 不错啊 吴鲜花挺讨厌这个人的 你有啥事 没事走开 我们得回去了 鲜花 我就是想要请你回去厂里上班 工资我给你涨一千块 吴鲜花笑了笑 为啥 你干活快 做得又好 你走了 我爸一直骂我 你这样的老员工 是我们厂里的宝贝啊 王大福怒道 滚 再避避吃鞍一拳 周大雄这黄鼠狼 给鸡拜年 也太明显了 王大福怎么可能 让吴鲜花 再回到那个狗屁工厂里上班 吴鲜花自己 也自然是不愿意的 周大雄看着王大福这个样子 心中有怒却又不敢言 昨天刘勇的出现 让他以为王大福和刘华强之间有着一层关系 这让周大雄很是难受 眼睁睁看着吴鲜花这样的美少妇弄不到手 煮熟的鸭子飞了 他能不生气 行 王大福 算你狠 周大雄碰了一鼻子灰 很是无趣地让开了道路 王大福发动车子 鸟都不鸟他 带着吴鲜花朝着前方赶去 今天太阳依旧毒辣 王大福骑着新车 很快就回到了村子里 路上不少村民看了一眼他和车厢上面的吴鲜花 眼里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江流村立马有了一个新闻 村子里最让人瞧不起的大傻子 他竟然买了一辆三轮车 消息很快传开 很多人都表面上要去恭喜王大福 心里却在各自打着算盘 猜疑这王大傻子哪里来的钱弄制车 一回家里 吴鲜花下车 然后去了院子外面的小菜园 摘了一点蔬菜瓜果 准备用来做午饭 加上上午在市场上买的一条鱼 中午他们两人得好好吃一顿 主要是吴鲜花想要好好犒劳一下王大福 他这一次挣了这么多钱 都赶得上吴鲜花一年的收入了 此时他一边提着篮子 在菜园里摘菜 一边想着事情 嘴角露出不意察觉的笑意 以后有了王大福在 他也不用那么劳累操心了 想想当初决定 让王大福跟着自己一起住 还是挺有眼光的 怪不得赵燕春那个小浪蹄子 那么喜欢自己家里的傻大福 摘完了菜 吴鲜花很快回到了厨房 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用冷水洗脸的王大福 傻大福 帮鲜花嫂把这些菜洗干净了 鲜花嫂先去鲨鱼 王大福丢下毛巾 笑咧咧地朝着厨房走来 将一篮子蔬菜瓜果提出来 放在水井旁边 打出甘甜的井水 就开始洗菜了 鲜花嫂 你今天中午饭咋弄得挺丰富的 吴鲜花一手拿着鱼 一手拿着菜刀和砧板 就蹲在厨房外面 准备动手 她动作娴熟 有条不紊 绝美的外貌和勤劳的样子 让王大福看得发呆 她鲜花嫂 简直就是做媳妇的好女人 太贤惠了 你给家里挣了嫩多钱 又给鲜花嫂治疗肚子痛 鲜花嫂当然是为了好好犒劳你呀 快点干活 等会还有一只鸡得炖了 吴鲜花笑着看了一眼王大福 眼神包含身意 王大福将菜剪干净洗了 送到厨房 随后回到了院子里 眼神突然看到了 自己丢在三轮车上的几双新丝袜 她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忙来忙去的吴鲜花 就拿着丝袜 走向了吴鲜花的房间 随意地将丝袜丢在了吴鲜花的桌子上 就转身出门了 就在这时 他们厨房里的肉香飘荡而出 被风一吹 竟然让不远处隔壁的王老头家里的张老婆子给闻到了 他像是狗一样 猛地吸了几口 一把拉着旁边的王老头 咬着牙说道 闻到没 隔壁王大傻子 家里又煮肉了 他们这几天日子过得很得劲啊 王老头比张老婆子要善良得多 摇头笑道 你管人家干啥 这年代 谁家还不能吃肉啊 张老婆子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你个憨货 你有没有听说 今天上午 王大傻子骑了一辆崭新的三轮车回来了 王老头也有些惊讶 还有这事 现在村子里很多人都知道了 都在想着王大傻子哪里弄的钱呢 他和那个吴寡妇 要啥啥没有 这小寡妇虽然穷 倒是有些气节 没有跟村子里不三不四的男人弄在一起 照理说 他们也挣不到钱啊 张老婆子满肚子的狐疑 东想西想 巴不得把王大傻的底裤都给扒了 王老头抽了一口烟 笑了笑 人家有点小钱你 还不兴 他们舒服舒服 哼 管好你自己吧 他要给你帮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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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帮忙啊